提起万启文 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起那个古龙精怪的马晓宇 还有他那42寸的超长眉腿 万启文1970年出生于香港 1989年参加了亚洲小姐选美比赛 虽然状态不是很好 但还是得了亚军 当年的冠军是如虹 当选亚界后的万启文发展的顺风顺水 在1991年和吕颂贤一起拍摄了大提琴与点三八 万启文和吕颂贤还因戏生情 这是万启文到娱乐圈发展后的第一段感情 十分珍惜 但不被公司看好 甚至强行被拆散 两人都十分痛苦 吕颂贤还经常去酒吧喝到很晚才回家 甚至还被爆喝到吐血 但两人当时年纪都很小 分分合合数次之后 还是一分手三长 万启文与甄子丹 合作主演陈慕盛指导的民国剧《金武门》 饰演温婉的日本女生《五天有美》 甄子丹对万启文一见钟情 不顾家有妻事 对万启文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1994年 甄子丹和妻子离婚 1995年底 在亚式的台庆上 甄子丹当众捧花 向万启文下跪求爱 万启文也被感动得泪水连连 成非子弹不嫁 1998年 万启文出演了《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把调皮可爱 又贪钱霸道的驱魔龙祖演活了 风头一时无人能及 那时候的万启文真是嫩的可以掐出水 就在事业迎来巅峰的时候 万启文和甄子丹越走越远 两人都是性格倔强的要强之人 再加上甄子丹决定去美国发展 两人的关系自然也就走到了尽头 1999年 万启文在拍完《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二之后 遇到了鬼才编剧陈十三 两人连续聊了七个晚上之后 万启文接受陈十三的求婚 婚后的万启文十分幸福 不时和陈十三秀秀恩爱 万启文还说 是他让我得到梦想中的爱情 如今的万启文很享受家庭生活 不时也出演电视剧 2012年正式从雅士过档TVB 和郭靖安 老表您好耶 入围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最受欢迎电视女角色 万启文经常在微博上晒自己的素颜照 如今45岁的他依旧貌如少女 和陈十三结婚多年 却一直没有生育的万启文 养了一只可爱的宠物犬 生活依旧幸福美满